大家好,我是宇威唱 今天我想要讲一下写文章的一些秘诀 通常我们在看部落格文章或是在看内容 不管什么要创作内容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看标题,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把文章 把一个创作分成标题跟内文的话 在我的心中,这两个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就是五十五十的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标题就像人的外表 然后内文就像人的内在 那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先看它外表 那唯有在外表够心引人的情况下 我才会去试着了解它的内在 看网路的创作也是这样子的 通常都看第一印象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影片的话 你就不会看那个缩图,对不对? 如果你是文章,你就会看到标题 所以特别是在 可能你是用RSS订阅啊 或者是email 就是当你一次吸收很多资讯的时候呢 它只会出现标题 所以下标,如何下标非常重要 因为如何下标就好像是 如何把你的外表变得更新引人 那这样人家才有机会 才有可能去看你更多的内容 那标题是这样 标题如果你问广告文案的人 他们就会说 标题就是一个美化内容的一种工具 一种方法 所以很多广告公司的人 他们会写文案的 他们就可以把一个平凡无奇的东西 用一个非常美丽的标题 或是非常吸睛的标题 然后去重新包装它 譬如说有一个笑话啦 就是说地中海,生蚝,风味,红酱,蛋煎饼,佐食酥 这是一道食物的标题 那端上来就是一盘蚝啊煎 所以当你把蚝啊煎重新包装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提高这个商品的价值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媒体、网站 他们会去要求某些部落客授权它的文章 可是他们把它的文章拿过来以后 他们会给它重新改标题 我自己本上是不太支持这种行为 但是为什么呢他会这么做呢 是因为第一个他可能觉得 部落客自己下的标题不够吸引人 所以明明是被好的文章 但是被标题害了 那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种情形 但是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尽可能 不要去授权其他媒体去改你的标题 因为我刚才说嘛 标题跟外表一样 如果他们把你的外表改了 那你还是你吗 好那我们怎么样学习如何下标呢 我觉得标题或是很多的文字形式的创作呢 你可以不用学习 你只要找到方法去参考 我们可以去上雅虎新闻 东森新闻 或者是一些苹果日报新闻网站 你去看他们网站怎么下标 然后你把你认为 因为他们你知道已经非常的厉害 厉害到曾经了 就是你看他的每一则新闻 都很想点那个看到底是什么 那他就把握了很多原则嘛 可能把握了时事 可能指定的人物 可能会激起你强烈的情绪 可能有暗藏的什么八卦 或者是用耸动性的标题 或是用性暗示 或者是很常用的一刀就是引起你的好奇心 等等的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原则 跟这些原则 他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 他就勾出你心理的欲望 然后你很想要点开来看 里面这个葫芦里面到底是卖什么药 所以我觉得如何下标 很简单 你自己去做点功课 把这些各大新闻网站的标题 copy下来 变成一个笔记 然后你把它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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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自己就会做这个分类 然后做完分类以后呢 你慢慢可以抓出一种感觉 就是说 以后你在下标的时候 你也可以利用这些心理学上面的原则 去引出网友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这个欲望 所以我觉得下标 因为很多广告大师 他们是说很多东西是不要创新的 为什么 因为呈现在市面上的是已经经过不断的科学实验 证实它是有效的 它是会work的 你不用去创新嘛 你只要去跟他们 你只要去参考他们 然后改一些你自己的关键字 基本上这个公式 这个下标的公式 它是会work的 我觉得下标很简单 你只要去多参考 自己做笔记 自己去抓出那个公式 然后以后在下标的时候 是非常快速非常轻松 而且非常有效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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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